看戏 既然我这么喜欢唱戏 大家知道我是学什么行当的吗 我是学轻衣的 我为什么喜欢轻衣呢 就是因为轻衣的服装特别的美丽 特别的华丽 头饰也特别的好看 我呀搬过工厂 就是因为这个唱戏呀 天天往外头跑 厂子也顾不到打理了 时间长了 厂子黄了 因为这个妻子也给闹意见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到天桥剧场 去唱上一回 再出发 再出发 你是我们的一面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是因为他们最大的愿望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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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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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唱得不错 我们来听一下 专家们是怎么讲的 施先生 这段唱得非常好听 因为这地方戏啊 我实在是不懂 不好评论 但是我觉得这个演员 很执着 你看演出前 做了认真的准备 从这个化妆啊 服装各方面 下了很大的功夫 很佩服他 谢谢 谢谢您客气了啊 老先生很谦逊啊 说通 再会用声唱了 其实对河洲北班子 我也不太懂 但是呢 我觉得 来 换评审 任何艺术形式 都有相通的地方 任何艺术形式 特别是唱的方面的话 不仅要用嗓子 还要用情感 那我刚才了解到他呢 就是以前是当老板 后来又喜欢这个戏曲 几乎你放弃了自己的 这种以前的生活 就这种吃 这种投入 就在舞台上 刚才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 虽然是一段 很短的一个表演 但是呢 他那种完全的投入 不太像 有些专业演员那样 有时候会 把它作为一个任务 或者说作为一个艺术品 他是把自己作为一个 生命的演唱的 一种方式来唱 这点来说的话 还是让我挺感动的 谢谢 好 请那位老师来点听一下 这个 唱的那 那咱们说了 那德纲你是专业啊 这个 就是你别老低头行吗 从男人角度来说 戏曲啊 这个 我建议前后移动起来 可能会增加一些感觉 别站一个阵死差 然后呢 别老低头 就行了 别的没什么 对 就是时间 您什么 您为什么老低头啊 由于时间长了 有点缺氧吧 大招 像是背着氧气罐上来唱 那也太厉害了 对 没上之后很难受 不容易 那个台上一